這是大家的東森 大家的東森 東森房屋回歸東森集團 王令寧總裁誓言重返榮耀 在全台電動大會上 首都號召全台200位 加盟店電動店長 霸氣宣喊要重新站回市場前三名 未來將導入集團資源 採複合式多元經營策略 要重新擦亮東森房屋這塊招牌 10年前我們市占裡還有20% 現在只是6%甚至還要往下掉 那也是因為我聽到很多電動 像我喊Help me 在喊救命 所以我覺得東森電視 東森新聞雲 東森購物 各方面的在產業都是前兩名 前三名 我們很不忍看到東森房屋的電動 這個牌子一直往下成人 所以我們決定讓它回到集團 同意來運作 我們的目標是 希望未來結合集團的資源 線上線下能夠整合 讓年輕人能夠進得了 那我們的副爸爸帶了回來很多的一個資源 媒體的啦 公關的啦 行銷等等的 這些資源對我們的挹注 對於東森房屋在這個市場上能見度會非常的有幫助 過去來講因為集團的資源整合 其實東森的一個房屋的整個氣勢 其實是甚至是超越其他品牌的 所以總裁能夠回來其實這樣我想大家都非常的開心跟歡迎 很興奮 覺得很棒 因為以前我們就是在王總裁的領導之下 做起這個房仲事業來 客戶信任度很好 人員的士氣很高張 所以業務當然是很順暢 電動店長們信心十足 期待東森房屋能夠突破重圍 透過大數據新科技的豐富資源 在王麗玲總裁的帶領下 很快成為房仲業的領導品牌 東森房屋在不在 在 記者黃蓮 謝正凡採訪報導